大家好,我是刘医生 说到运动,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跑步、游泳、登山 但除此之外,还有一项最简单 也是最容易的运动 就能很好的锻炼身体 那就是站立 其实都有研究发现 每周五天,每天累计站立三小时 它的效果堪比跑十套马拉松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 怎么站才能缓解病痛 第一,靠墙站缓解肌注意病 当我们保持后脑刷、肩膀、臀部和脚跟紧贴着墙壁时 可以增强背部的肌肉力量 预防颈椎病 长时间保持还能减肥的效果 再一个是站着做佛撑 可以有效地缓解肩部的不适 当我们站立时,脚手撑在墙面上 脚与肩保持通宽 按照佛撑的方式进行锻炼 可以有效地锻炼到肩部的前聚机 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肩痛的效果 第二个是挺胸收腹站 预防骨质收通 骨质收通是常见的老年病 想预防也是通过站立的方式 下巴微收 双肩保持放松的状态 挺胸收腹 每天坚持5到30分钟 可以有效地预防骨质收通 最后就是饭后站立 有助于缓解食管反流 许多人饭后出现食管反流的情况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反胃和反饭 所以饭后站上15分钟 可以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 以上就是站立的好处 每天站一会儿 可以很好的保护咱们身体的健康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 都可以点赞留言 告诉我 我是刘医生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